觀眾我們去帶您關心這個精華專案的最新進展 目前我們所在位置就在北檢 但是今天早上其實沒有傳出任何提訊的消息 但是我們現在通過畫面中可以看到這名紅衣服的男子 也就是今天北檢秘密傳喚的證人之一 而今天根據我們了解一共有三名證人遭到傳喚 據說他們先前有沒有被告的身份 目前我們還在確認當中 不過現在從北檢動作看起來可以發現 其實現在被告的部分 其實這個北檢似乎是已經沒有所著墨了 但是周圍證人的部分 現在不排除今天傳喚的三位證人 可能都是跟民眾黨周邊組織有關的人士 不過目前北檢還沒有證實 接下來其實我們要帶您了解到的是現在 全案的關鍵也就是在24號的時候 其實要進行延壓或者是說起訴 延壓的部分的話 其實我們就可以關注到的是 接下來第一批的被告 也就是硬小威的部分 所以說現在北檢動作似乎減少了 那接下來是不是就來拼延壓了呢 再來說起訴的話 外界預估可能動作不會這麼快 因為其實起訴的話 其實就關乎到收回的部分 而關鍵的金流其實就出在橘子身上 今天早上根據我們最先的了解 北檢現在已經正式的將橘子徐止瑜給列為被告 那案有是違反政治獻金法 所以說現在橘子還持續滯留日本的話 整齊案件可能就沒有辦法繼續動起來 所以說現在橘子也是全案的這個收匯關鍵 至於日後他何時會回來 目前也不排除我們 檢方可能會跟日本來申請合作 要將橘子趕緊送回來台 來進行相關的訊問 好謝謝尤桃接著是週刊的爆料 柯文哲在3月時是下密令要求橘子出境 橘子隨其在交接完手邊資料給李文宗之後就出境了 那恰巧的是8月24號反台碰上簡聯大搜索 他再次的下令要他出境 時間點跟案情出現諸多的巧合 鄉親交給彩虹 好久仲仲持續帶你來關心 柯文哲金華城容積率避案持續延燒 而現在關鍵人物柯文哲的貼身秘書橘子徐止於人還在日本 先前呢爆出柯文哲有這個冷錢包的問題 那橘子是不是掌握其中關鍵的金要 現在也都是大家想要盡速來釐清的一億 而現在呢這個週刊最新的爆料 橘子曾經在今年的時候接獲柯文哲的兩道命令 兩度命令他是趕快來出境 甚至今年三月更寫下了一道命令 是說Orange金華出境 那是不是真的跟金華城有相當的關聯 也是外界非常好奇的 而他出境的時間也跟這個金華城的相關調查的這個進程 有一些關聯性是不是真的太過巧合呢 三月份跟今年的八月份 橘子收到柯文哲的指令 然後要求他要出境 那第一個今年的三月大家去回想監察院的監察報告 補助款七千多萬 柯文哲當時三月份密令橘子出境 就是因為他滿手現金 趕快想要處理這件事情 好可以聽到台北市議員林嚴峰是認為這時間點真的非常巧合 如果跟金華城有關聯性的話 真的是希望許子瑜可以趕快反台趕快來進行說明 而根據周刊的爆料 如果橘子是真的有這樣子關鍵性的重要地位的話 如果他居體不到案現在是證人 但如果後續的整個在升溫的話 很有可能會將他轉列為洗錢被告 但變成洗錢被告最大的不同點就是 可能最嚴重呢會被註銷護照 甚至是會被遣返 那我國也可能會跟日本申請這個互助 司法互助的精神將他遣返回台灣 那整起這個柯文哲的案件呢 現在也進入到最後關鍵的收網時間點 如果橘子沒有回台的話 很有可能也會再將他申請掩壓 以上是我們掌握到的最新狀況 謝謝彩虹 而民眾黨主席柯文哲遭到積壓至今 日前前立委蔡壁如受訪時 似乎透露部分病況是柯爸爸的病況 引發了柯美蘭的不滿 想請交給林晴宇 好 主委官人眾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因為涉入金華城弊案 持續羈押至今 不過近期呢是傳出柯文哲的爸爸 因為病情加重轉入加護病房 而在20號前立委蔡壁如 被問到柯文哲爸爸病況的時候呢 疑似透露了太多的訊息 引發柯文哲妹妹柯美蘭的不滿 直接在群組點名蔡壁如開嗆 讓我們來聽一下民眾黨團的最新說法 我們絕對會在柯文哲主席家人 做最強的後盾 幫助他們 協助他們渡過這一段難關 那這有關於這些 不管是簡訊也好 不管是內容也好 其實我們還是會再次的 跟黨公職傳達訊息是說 在發言的時候盡量謹言盛行 好 其實我們聽到民眾黨團對於這件事情 其實是羽帶保留 不過他們也強調 目前最重要的呢 還是把柯爸爸的病情給照顧好 希望外界呢 不要有過多的猜測或是預測 不過呢 他們也強調有提醒黨內的黨公職 在發言的時候希望能夠謹言盛行 以上是為您掌握的最近情形 將時間盡頭交給棚內主播 好 好